原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朝廷洞識了老王朱爾海施展在紅城囚身上的反間計 令紅城囚一個多月來被官兵無端端包圍負責的事件 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等這場風波平息過後 紅城囚就打算讓唐士傑去福建老家 將自己的父母接離 而就在這時候 紅城囚的兒子以及紅城囚的弟弟 在家人陳應知的陪同下 從泉州來到南京 親人相逢父子兄弟相見 大家都激動到熱淚中橫 相遲了很久 紅城囚終於開口了 他問弟弟 怎樣啊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 屋企都好啊 父親和母親 兩位老人家 他們都好啊 怎麼知道紅城囚這樣問 那三個人啊 突然間就放聲大哭起來 紅城囚一看 知道家裡當然出了大事 於是就一邊安慰他們 一邊問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不要哭啊 有時慢慢說 有時慢慢說 紅城囚的弟弟 抹了抹眼淚 定了下神 看著自己十幾二十年都沒有見過的親哥哥 然後一字一句 阿爹 阿爹 阿爹他 他已經 過了生了 說完 又是一番痛哭 聽完之後 紅城囚啊 只是覺得眼前一刻 整個人即時暈倒 唐士傑以及家人 立刻上前一下扶住了他 這樣才沒有淚落地 家人將紅城囚抬了入寵室 讓他躺在床上 然後呢 就拿來藥油和他搓 過了陣 紅城囚才騷醒回 他叫家人扶住自己 慢慢地坐起來 躺在床廳上面 然後就把弟弟叫到來床邊 聽他慢慢細說老家的情況 原來 紅城囚的父親 因為年老多病 已經在去年九月過了生 家人一直都想把這個消息 告訴紅城囚 但是由於局勢一直未找 書信送不到來 及至最近 福建江南等地的局勢 漸漸平穩了 家人乾脆趕來南京 來見紅城囚 並且把老太爺先世的消息 一起帶到來 紅城囚的弟弟說 爹爹他臨死之前 還念念不忘 要見阿哥你一面 紅城囚 紅城囚一路聽 一路慢地流眼淚 他小聲地不斷重複著這句話 阿爹 阿爹 成囚不孝 成囚不孝 我 我 我對不起你老 老人家 對不起阿爹 你 紅城囚 紅城囚淚如雨下 一筆成聲 彷彿要將十幾二十年來的眼淚都哭出來 要將這麼多年來 彷彿內心的委屈 思念 辛勞 憤恨 悲哀 困惑 等等複雜的情緒 全部都發洩出來 他越哭就越淒涼 越哭就越可憐 一直哭到唐士傑和家人 擔心他悲傷過度 會再度發病 所以就猛地勸慰他 才好一點 過了一陣 紅城囚又問弟弟 那 娘他 他又怎樣 娘也算不錯 爹過世的時候 娘也大病過一場 不過 現在已經好了 沒什麼大礙 我們見他好了 才離家不上 走來找你 紅城囚一聽 心就略為安定 當下 他叫唐士傑 在後面的房裡 為自己的父親 設置了座靈堂 而他自己 就立刻更衣 披麻大後 他要為父親 守靈三日三夜 空城囚 空城囚 跪在父親的寧位前 不停地懺悔 不孝子 空城囚 長年在外奔波 不孤家室 不孤家室 不孝敬父母 父親有病 不能夠為他 尖約服侍 請安民後 父親先世 又未能夠 親葬父親為體 讓他老人家 入土為安 此為最大的不孝 願父親在天之靈 能夠知道 孩兒的苦衷 知道成仇我的一康成心 我將從今時今日起 不再理一切公事 要回老家 為父親守靈三年 以告為父親在天之靈 以屬不孝之身 父親的死 令到洪城囚是立定決心 決定持官歸故你 為父親守候 同時也都好好孝敬 陪伴自己那個 已經是風足殘年的母親 於是 他寫了一份咒書 以父親過身 自己的眼睛又有病等為理由 言辭狠切 近乎是黑球地向皇上請辭 要求回老家為父親守孝三年 但是皇上沒有批准他的請求 只是深切地為民和安撫了他一番 賞賜他一大批的財物 並同意他將母親家人 全部接去北京居住 而他呢 還要繼續留在江南 繼續他的江南總督的職位 繼續為大清坐陣一方 接紙之後 雄城就說萬分無奈 他仰望蒼天長時間斜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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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官 曹官 真是身 不由己 心不由己 忠孝 此故 不能兩全 我 我 熊城臭 註定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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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孝之人 身不由己的熊城臭 唯有再次揹起重擔 肩負起為清朝平定江南 恢復秩序重新生產的重任 撐起大清國的半壁江山 他將自己的弟弟 安置好之後 經過反覆思慮 最後決定先將母親接來南京 然後送去北京 當然 這個任務 當然是交給唐士傑去做的 唐士傑領命之後 挑選了一個吉日起程 前後一個多月的時間 就將熊老太太平安地接到江寧府 母親大人到那天 熊城臭親自到江邊碼頭迎接 遠遠見到母親坐的船隻飄過來 遠遠見到自己那位滿頭白髮的老母親 熊城臭的心 一陣悲鳴一陣感慨 眼淚不自覺地 不自覺地流出來 兩隻腳也不自覺地跪到地 一直跪到船舶岸邊 一直跪到母親大人 在眾人的參符下 來到他的面前 熊城臭扶著母親的雙手 白敢交雜 他淚眼模糊 不善言語 只是長時間看著自己的母親 緊緊地握著母親的雙手 而熊老太太呢 看著這個十幾二十年都沒見過面的兒子 頭髮糊糊的驚耳花白 尤其是那隻暗言無神的幼眼 一看就知道是有問題的 他很心酸 很難受 心想 自己這個兒子 做官做得那麼辛苦 做官做得身體那麼差 受弱不堪 還要遠離家園 和親人相隔 真是可悲可憐啊 梁母子在岸上長時間地相對無言 相對而入 令周圍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好多人都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動 也都紛紛跟著落裡 母子相逢家人團聚 從此之後 紅城囚幾忙都好 也都會早晚過來 向母親請安 一日三餐 盡量都要陪母親吃飯 時時都想盡辦法 讓母親吃好些 住好些 時時都希望可以讓母親開開心心 見到母親 紅城囚的心自然歡喜 見到母親不開心 紅城囚的心也會很不舒服 其間 繁忙的公務 複雜的正事 經常令到紅城囚的廢寢忘食 熬耕底夜 紅老太太 看見紅城囚這麼忙碌 這麼辛苦 還要來服侍照顧自己 就對他說 祖官責任多 諷路不容易拿 成囚 你就儘管為朝廷盡心盡力 不要辜負黃恩 不要辜負百姓就可以了 娘我 在這處 一切都好地地 有這麼多人服侍照顧 你就不用這麼掛心 每次都抽時間來看我的 紅城囚聽母親這樣說 心很感動 他就說 謝謝娘 娘 娘 對成囚的關懷和體貼 令成囚萬分九擊 之後 紅城囚吩咐唐士傑 要他釘足府上所有人 除了對紅老太太要服侍周到之外 不准將自己的病情 透露給老太太 而他自己 每日早晚 照舊要去請安問候 他希望這樣 可以讓母親 多過一些心情舒暢的日子 但是 紅城囚的眼病 並沒有真正好轉 繁忙複雜的風舞 令到他始終沒有法子平靜下來 好好優養 再加上 他一貫勤謹慎 細緻入眉的處事態度 和做事的方式 以及從來都不注意飲食和休息的習慣 令到他的眼病 在好了一輪之後 又是開始加重 他的右眼 現在 紫尺之內 是不見一物 不便一人 而他的左眼 也都漸漸覺得是分花黯然 不能夠長時間看事 見自己的病情 不斷加深 紅城囚知道 自己 再也無力去擔當 這個江南總督的大任 他終於忍不住 又一次上了份咒書 再次黑求皇上開恩 准許自己回京休養一段時間 而這一次的咒請 也終於得到了皇上的恩准 皇上的忠於降旨 同意紅城囚回京師 入內院理事 另外 讓新任總督馮國柱 來接替紅城囚的職位 接到聖子之後 紅城囚的病情 即時好回一半 他馬上將好消息 告訴自己的母親 吩咐家人 將還留在福建老家的結法妻子李氏 兒媳婦等人接來南京 並且著手準備離任移交的事 一旦新總督到任 他就立即起程回京 紅城囚要調回京師的事 北京而走 南京的官員 老百姓都非常不捨得這位總督大人 紛紛上門和紅城囚相聚話別 很多人還帶著禮物 帶著金銀錢財 前來紅虎 探望這位即將離任的江南總督 每晚都有官員紳士前來 而且一來就是一大班人 抬著厚厚重重的財物 唐士傑問 老爺 所有探訪的人都準備有禮物 都帶著銀錢來 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好 紅城囚就反問這個唐士傑 什麼你是第一天跟我的嗎 這樣的問題還需要問的嗎 照舊處理得了 是的老爺 於是唐士傑吩咐家人 任何來訪者 只准當事人一個人入府 銀兩財物就一個人不准入內 走的時候自己帶著 一個才是一個崩都不准留下 那些官員紳士見到這樣的情況 亦就不敢造次為今 互相傳話之後 後來的人來探望的時候 再也不會帶一前一物 兩手空空兩袖清風 出入至於神情亦都很自然 順至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六四百年的三月 洪城囚將江南總督的大權 順利地移交給前來接任的馮國柱 臨走的時候 百官送到十里長亭 眾人進表洪城囚的功勞以及德行 意義不捨 走到二十里鋪的時候 南京那些雙古紳士還有很多老百姓 一早就在此等候了 一見到洪城囚的車馬差不多走近了 就蜂擁而上 紛紛為掌前禮 私禮問候 同時還派出了一名代表 將一份禮單送到洪城囚的面前 這位代表對洪城囚說 洪大人 這裡有一份薄禮 募必請大人你收下來 我們都知道 大人一向圍觀清廉 是不接受任何財物的 所以就特地在這裡等候你 這樣做 是為了避過所有官員的眼目 區區心意 權當洪大人北上京城的盤村 請大人笑脈 洪城囚看了那份禮單 上面寫著送禮人的姓名 以及銀兩的數額 都是當地的雙股紳士 老百姓自動自覺去集齊的 總共是一萬兩百銀 洪城囚見到這樣的情形 知道無論用什麼方法 都拒絕不了 於是就深深多謝這些 當地的民間人士 收了這一萬兩銀 等這一班送行的人離去之後 洪城囚立即命令 打馬回城 返回總督府 將那一萬兩銀 全部移交給新任總督馮國柱 並且一再講明 這筆銀兩 可以專門用來辦學管的 現在國家初興正急需人才 有錢最好就拿來辦學 千萬不要浪費 是這樣的 洪城囚將這件事辦妥之後 才有事與眾官員告辭 當地的百姓 新史相估 後來知道這件事之後 個個都感慨不已 萬禁稱讚洪城囚 一年之後 南京城入面 新建了一座洪學館 江南各地的學子 紛紛前來求學 而在學館的大門前 促立了一塊高大的碑石 上面進黑著不是洪城囚的名字 而是所有當日雜錢 送給洪城囚的 紳士和雙古的名字 而洪城囚 離開了南京之後 他不得一步就回到北京城 之前 他已經安排了唐士傑 將洪老太太 他的妻子 兒子 還有兒子媳婦等家人 先後護送上京 現在 輪到他自己起行了 更加是歸心此展 沿途各地的州府縣的官員 知道洪城囚經過 都紛紛前來迎接 又是寒暈問候 又是恭敬接待 走的時候 還送出府州縣地界很遠 才告辭分別 這一番的人情 這一番的周度 令到洪城囚欣起不已 心情也都好了很多 但是 但凡經過的地方 村落都很少 人煙罕見 田園荒謬 道路不暢 偶然間 經過的雜史大鎮 也是人影稀疏 買賣不振的 連年的戰爭 天災的頻繁 令到華夏大地 荒廢的地方 是遠遠多過繁華的地方 舉目望去 多數都是洪荒 裸露的景象 絕小心機岸 一路上的所見所聞 令到洪城囚對自己的國家 又加深了一層認識 各位 洪城囚馬上就要回到京城 回到京城 他又會有些什麼的祭遇呢 若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